是因為我們知道總統賴清德呢 他在今天已經這個上任滿月了 但是呢他的聲望呢 也有相關的民調指出嘛 聲望跌破了五成 甚至他的這個 贊同度認同度來講 甚至是比上個月來說 下滑將近10個百分點 蠻多的 那包括他很多的談話 也讓一些人真的看不下去 大家也還記得他在 黃埔百年校慶演說上面 他重申互不隸屬 他說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 共和國互不隸屬 這樣的一個新兩國論 而且呢他說不接受 首戰及中戰的投降主義 又說呢不為中華民國而戰 是假黃埔 這個現在的這些談話 讓真黃埔不忍了 好 那這個退役的上將 紀連林就來對賴清德 發了公開性喊話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說了些什麼 好 他說 今天是您就職滿月 這個月是驚濤駭浪啊 內外騷動 好 那看到呢 這個兩岸關係緊張之外呢 你看國內朝野的這個對立 好 跌宕起伏 芳心慰愛 只能夠至上您辛苦了 那就職時你說錯了 26天之後 你以三軍統帥身份 清零主持正統之黃埔劍孝孝季國民革命軍建軍100週年的慶祝榮典當中 你強調不能夠接受首戰及中戰的投降主義 你又說錯了 好 就台灣的地理兩岸的地略區域特性國際形勢而言 台海一旦開戰就是首戰及中戰 這個是無庸置疑的事實 但是呢 你直接去連接到投降主義 甚至你這樣見直馬英九的感覺 好 有一點呢 是牛頭皆馬嘴之嫌 那他說 唯有仇購火山布雷車啊 鼓吹說 我們可以用掃把跟這個兩岸來對抗啊 好 要實施成政戰 拼到最後一兵一卒的 這才是徹底的失敗思想 這才是投降主義 最後他說希望呢 這個福佑中華天佑台灣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呢 就是 我們剛剛說到了這個贊同 對於賴清德的一個贊同度 他處理國家大事的一個 這個方針的態度呢 那大家贊不贊同呢 好 其實有將近 這個48.2的人是贊同 48.2就是有半數的人 其實是不太認同的嘛 好 那聲望跌破了五成 那這個亮哥也被問到 你覺得賴清德聲望跌破五成的原因 可能是什麼 好 他說 因為上任至今的政策方針 並沒有亮點 好 有啦 這算亮點嗎 昨天呢 這個總統府來成立三個委員會 好 那反而呢 把重點放在國防外交忽略人民最在乎的內政 好 賴清德從賭徒變成鬥雞 現在呢 全力一把抓 好 創立三個委員會 這叫做御用團體嘛 好 搞政商勾結的人 欸 一下就會聞到說到底誰才是有利人物 那到時候呢 這個部會首長就會在那邊覺得沒什麼權力啊 不能決定什麼 就會一團亂 好 亮哥說啊 不能這樣做事的 好 那我們看到了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嘉喔 他說 台灣民意基金會呢 這個賴清德的民調比上個月來說下滑10% 關於這個事情喔 他有跟一位資深的民進黨立委在聊喔 其實 內部呢 民進黨立委是有人擔心喔 開始擔心這個事情 好 另外 美國有研究 新總統在就任100天之內 民調必須要跳到 足以在任期內執政的能量 也就是一定要過半嘛 一定要超過50% 甚至60% 而且頭100天最重要 民調如果沒上去就完蛋了 那他就提供一個簡單的數據喔 賴清德的執政滿意度 按照日本的做法叫做執政死亡限30% 掉到30以下就完蛋了 好 我們要來請教一下這個斯岡哥 好 今天呢是6月20號嘛 這個賴清德就任滿月 昨天他當然有開記者會啦 這個就說 總統府現在呢 成立了三個委員會等等 就用總統來領軍 外界呢很好奇 這個覺得說是不是變得 太上行政院長 好 另外看到呢 他在這個陸軍官校的校慶上面 講了那樣的話 那也讓這個真黃埔 退役的上將不忍了 覺得你們講的那些 包括什麼可以拿掃把去對抗 要實施城鎮戰這種 這才是真正的投降主義 還有呢就是有講到了這個以日本的數據來看 他現在的聲望已經達到執政死亡限囉 你怎麼看 其實大家感覺過去一個月好像過了好久啊 他已經執政了很長一段時間了 因為很多的議題呢 通通是延續當時蔡政府留下來的議題 而且不但沒有解放而且變本加厲 本來大家都期待核能政策在 賴清德執政有可能去做一些改變 甚至核能電廠的基礎呢 去做一些延長服役等等 解決大家的缺電的問題 因為缺電是過去八年工商業界 甚至外商 美商 歐商 通通在關心的問題 但是呢當這個新的 那個經濟部長講兩句話之後呢 馬上被內部打臉了 連王世堅呢 王世堅呢都在 公開的質詢呢來痛罵的童子嫻 所以這到底是民進黨內部到底是要 我要做什麼 這個感覺是 不僅是兩頭馬車更是多頭馬車 那賴清德是一頭馬車 主公開是一頭馬車 立法院黨團是一頭 一頭未來成立這些委員會 又是另外一頭馬車 那這麼多的馬車在往前拉是 是彼此共同往前進呢 還是四分五裂呢 讓這後面的馬車整個粉碎 然後目前的答案 大家已經是非常瞭解了 所以說成立這些委員會 我都覺得 也沒辦法移轉什麼大家民眾的寬心 因為大家 這個月的表現已經讓大家非常的灰心 甚至非常的喪氣 一個新政府的新氣象 完全就看不到 所有的經歷都放在跟在野黨的鬥爭 在這個議場上面 在街頭上面的鬥人以死我活 那這不是大家想要看到一個新政府 應該有的一個施政作為 所以得看到 昨天有一個親綠的媒體 有做一個 首長的滿意度 第一名的是郭智輝啊 但是多少呢 也只有6% 其他的首長 都很低 2%的0.1%的 那統計數據上面 基本上已經不具任何的意義 這代表說 第一個民眾對你這些首長 基本上完全不熟悉 要對你們做什麼事情 也完全不關心 同時也不做任何的期待 那如果賴清德 如果以過去西方的標準 過去有一本書就是 就是總統的七件事 最重要的是呢 就前100天 前100天讓大家施政有感 然後看到這個很多的事情 都是欣欣向榮 準備的正衰起壁 把過去的問題呢 想辦法來一次解決 但是看不出來 我們這100天 30天有會做什麼事情 我們所看到就是朝野惡鬥 然後彼此上街頭 落人上街頭 明天在立法院外面 就是搭劍拔弩張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這個起手勢 是非常非常非常失敗的起手勢 可以說是有民選總統以來 表現最糟糕的總統 這前30天呢 表現的讓大家對這未來的4年 不抱任何任何的期待 那再來講這兩岸 去年一整年在選舉的時候 讓人家誤以為 他在兩岸上面會有些調整 會有些調整 會讓兩岸稍稍出現一些 交流的跡象 這像今年年初 馬總統去大陸訪問 然後兩岸的這些交流的 慢慢有一些放鬆 大家覺得520之後的放鬆 放鬆幅度可以更大 但是賴清德完全跟大家對著幹 大家又希望他做的事情 他就越不做 個性很固執 因為希望我這樣做 我就偏不要 像一個非常會吵鬧 非常愛發脾氣的小朋友 那所以你說兩岸的部分 過去蔡英文也好歹 就講了遵守憲法 兩岸關係條例 講這兩岸關係 那賴清德就從一直講兩國關係 互不隸屬 就一直講下去 也看不到絲毫修正的意象 所以你的這個領導人不出現 修正兩岸關係 沒有看到一些和緩的言語出現 那你為什麼會期待對方 甚至你感覺你用一個鄭文燦 兩岸就會春朗挖開呢 這無意就吃人說夢 所以我從這些內政的表現 然後兩岸的部分 又看不到什麼任何柳暗花瓶的可能 然後國際上面的情勢 也只能依賴美國 美國說你 說你買什麼你就得買什麼 基本上也沒有自己的選擇權 所以我覺得未來四年 大家會非常非常的辛苦 可能比蔡總統 執政時期的還更辛苦 我想最後 等下未來100天或一年之後 一定會出現民調 大家會比較 戴清德跟蔡英文 大家會覺得誰比較好 那時候我相信蔡英文會免壓賴清德 好的確 這個因為 現在剛剛斯剛哥也講 他是不是指 就是聚焦在 要跟在野黨的一個對抗 那所以呢 可能就忽略了 這個民生的部分 但是大家最關心 當然就是民生經濟了 那當然就會反映在 這個相關的民調啊 聲望上 這個如果再不調整了 就會繼續失明心 繼續下去 今天非常謝謝斯剛哥 跟我們進行對談 謝謝斯剛哥 拜拜 謝謝 拜拜 好我們來看到呢 其實剛剛呢 這個 退役的上將 紀靈連 他就有講到說 我們買這個軍火 買武器 是不是 買錯呢 買這個火山布雷車 好甚至呢 美方呢 也都可能這個遲遲的延宕不交貨 好那現在美軍 美國呢宣佈對台灣軍售了彈簧刀 300型 還有無人機 總價值是3.6億的美元 大約是116億台幣 這呼應了印太司令 帕帕羅日前稱的地獄景象 好說台海呢 就地獄景象這樣的戰略 退役的時候 這樣栗振傑有對此評論 我們來聽他的分析 帕帕羅 就印太司令 這個真的是在替軍火廠商推銷 然後把我們台灣當盤納 當盤子 為什麼呢 他講的這個彈簧刀無人機 什麼時候在用呢 其實是在俄乌戰爭 剛開戰的時候 對美國資源給這個烏克蘭的 就是這兩款 一種比較射程比較大一點的 叫600 另外射程比較短一點 叫300 600的話顧名思義 它的射程比較遠 然後殺傷力比較大 但是這兩款無人機 大概它的攻擊效果 只是一個就是 大概等於類似一個 小破擊彈的這個爆炸效果 其實對一般來講 這個暴露在外的步兵 或許有殺傷力 但是對於具有裝甲 防護力的部隊來講的話 它的殺傷力等於說是 根本就是沒有什麼效果 但你要知道 這兩款 這兩款無人機 在俄乌戰場兩年前 剛開始的時候是很火熱 對不對 它叫彈簧刀 那俄羅斯也發展了一種無人機 叫柳葉刀 那我們就看到這個 彈簧刀大戰柳葉刀 這個大戰了半天 那發現效果不好 這個效果不好以後 開始我們這個證據是如此嘛 就是美國開始給烏克蘭 所提供的武器越來越大件 越來越重型 從這個彈簧刀開始 後來提供給它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M777榴彈炮 對不對 然後再來提供給它什麼呢 是海馬斯火箭炮 然後之後再提供給它的 叫德國給它的是這個 這個報式坦克車 現在美國自己的M1坦克車也下場了 尤其是最近來講的話 它開始要F16要下場 從這些美國陸陸續續提供的武器 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可是在俄乌戰場上面 我們看到烏克蘭 並沒有因此而獲得決定性的戰果 反而到現在來講的話 它戰況並不是很好 可見這款無人機來講 覺得在俄乌戰場上面 沒有什麼效果 好 那沒有什麼效果 那空進公司 這家公司它可能生產很多 我們套一句最近經常 這個美國人自己常常講的話 叫做產能過剩 對不對 它會不會產能過剩放在庫房裡面 因為在戰場上沒有效果 我自願給烏克蘭 烏克蘭第一個 他們自己會不會使用 第二個來講殺傷效果不好 也沒什麼戰果 所以庫房裡面囤了很多 囤了很多怎麼辦 那最好有一個盤子叫台灣 要找買家 找買家就賣給台灣 那我們可以看看 現在這個印太司令 會不會將來退休以後 對不對 他就到這家空進公司 去當個顧問或當個門神 去做這個 因為我幫你把這些庫存的 幫你削出去了 產能過剩的東西 我找到一個買家賣給他 逼我們台灣來買這種東西 去思考說 我怎麼樣來防範這些無人機的騷擾 你連防範無人機的騷擾 你都做不到 你連防範這種小艇 這個暗巡 12海裡之內的防禦 你都做不了 你現在怎麼去跟人家車產說 我要用1000架的這種無人機 無人艦去打造地獄 我覺得這個講這句話 純粹純粹就是替美國的這家公司 在替他銷售他的這些武器而已 除此之外 對我們國軍的戰術 我覺得沒有任何功能 好朋友們 你也有睡眠困擾嗎 推薦您太陽星全校 科菲爾醫生 Dream幫助您睡得好 美麗更加分 即日起至6月30日 三入組限量送隨行果汁機一入 送完為止 更可搭配快點購618狂歡年中慶 全場消費滿千就送百 最高回饋618元 現在買最划算 再加100元就能夠超值加購 中天文創經典商品 一起來快點購線上歡慶 享受絕佳購物經驗吧